好 那麼各位 假設有買書的同學 請你看一下181A 所以大概對買書的同學有所交代了 各位 前面我們有教的部分 說實在 該講的都有講了 只是題目講不深而已 講不多 但是真的該講都有講了 所以前面的部分 假設以後同學真的有機會 想要再升學或是考高補考 各位這些題字 希望可以 後頭用的對 這些題字用的對 不然要升學沒關係 當作學個觀念 好 那麼各位這個扭轉 大概花差不多兩三週的時間 就要趕快把它收拾乾淨了 扭轉我們就不講禁不丁 原則上就是講 扭轉一些基本的觀念 然後傳動軸 最後各位跟你比較 為什麼大型的傳動軸 那扭轉用來傳動的傳動軸 大型的傳動軸 各位 幾乎都是挖中空的 為什麼 這我要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挖中空可以比較省材料 用比較少的材料 可以達到相同的什麼強度 所以這我要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講完之後 我們就要趕快講簡歷彎矩圖 簡歷彎矩圖講完之後 趕快要來講什麼彎曲因粒 這樣子大概這學習 希望可以把這些基本的負荷加完 基本的負荷加完之後 你才有能力去做組合因粒 各位到時候你們有機會再學組合因粒 你會發現組合因粒就是把它拆成 這些基本負荷的什麼 疊加而已 疊加 會組合因粒之後 就有辦法做因粒分析 因粒分析就是做墨園那些 因粒分析之後就做應變分析 最後就是廣義的虎克定律 老度這些 這些跟我說過 除非材料立學有上下學期 否則真的是教不完 真的如果要印一個學期 把它教完可以 所以恐怕用投影片來上課有沒有 這樣子會很快 會很快 畢竟各位每次畫這種圖 寫這些筆記 花了很多時間 但是我相信 這樣的學問會比較穩紮穩打 比較扎實一點點 否則看投影片的話 我相信那種學問會比較 除非同學自己很努力 否則那個學問會比較 可能沒那麼紮實 但是可以教很多 好 那麼各位有興趣請你畫一下 各位有買書你看一下列182 181是開頭 182給你看一下 有一張圖片 在表面上畫滿了網格 各位那個網格絕對不是示意圖 那真的是做實驗 你給它一扭 它真的會變形成這樣子 那個實驗真的可以看得出來 不是想像 只是各位我們要把那種實驗 用圖形來做說明 所以各位這邊就要靠你的想像力了 只是說真的假設有這種實驗的話 各位去做實驗 絕對可以看到這種現象 好 各位這是一個3D的斗 各位這條算是一個基準線 各位你可以邊寫邊看 反正在等人一下 各位這條基準線在這裡 那麼各位一邊是固定 一邊是固定 一邊受扭力 所以可以一邊固定 一邊固定不動 受扭力 可以一扭之後你看這條水平線 它為什麼呢 傾斜一個角度 各位這條水平線 它會變成斜線 這裡固定不動 所以可以它會傾斜這樣 你看它的斷面 這裡這裡有東西 各位它的斷面 這個面 這條線 這條線 還沒有受扭矩之前 水平線受扭矩之後 它也會傾斜一個角度 它也會傾斜一個角度 各位這個傾斜的角度是什麼 等一下我要跟你好好說明 所以各位今天大部分的時間 要來做兩件事情 這個是公司的推導 各位公司如果不推 今天就很輕鬆 但是各位公司如果不推的話 這個學問你會覺得什麼 好像沒有根基 沒有根基 老師為什麼這個公司 就撥出來就對了 為什麼這個公司 為什麼這個公司 它是要這樣帶就對了 各位假設你不知道為什麼的話 你會覺得什麼 好像踏在一個浮板上面 感覺不穩 所以各位推導的部分 我還是要推給你看 但是各位考試這些推導 都不會考 不會考不是為了考試才要推 而是為了責任 應該要推給你看 你有權利知道這些來龍去賣 可以你沒有興趣 你就把它當作聽故事 知道說原來它是這樣子 一個演變過來的 有興趣的各位把它學起來 因為以後你有機會 參加對外的考試 各位這些公司推導會考 而且還問你 請問你推出這個公司 你做了哪些假設 所以各位這個學生 遇到這種問題它最麻煩 為什麼它算很會算 但是問這些它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 它怎麼推公司的 做了哪些假設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要講的重點 講完之後 最後再幫你把這個公司整理一下 它的用法一些特性講一下 有時間趕快看幾個題目 所以給你扭轉 大概頂多講三個題目 一個就是簡單的 軸向負荷的類比法 就是說把扭轉的題目 類似軸向負荷來處理 所以可以假設你軸向負荷學得不錯的話 扭轉會學得很快 因為他們的處理方法都一樣 這到時候各位要教這招 把這個扭轉給你看一下 把這個扭轉變成軸向負荷那種 拉壓的感覺 這樣子來處理會很快 這個是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各位可能要講傳動軸 畢竟各位自控組以後做一些 控制也會說得傳動 所以可以如何把那些馬力變成扭矩 馬力換算成扭矩 可以假設以後你們有機會去買馬達 要做專題 還要換算成扭矩的話 至少有這種能力 所以各位像這些 我們希望都幫各位做個說明 最後一個題目大家要跟你談 就是空心跟實心 空心跟實心 這說了就要開始變成簡歷玩具圖了 所以時間真的很快 因為剩下的週數今天不算的話 好像還剩下四週而已 各位這學期的什麼 暑假期末好像比我想像的提早一週 因為以前都是差不多六月二十幾 然後送完考卷之後 剛好七月一號剛好就開始放了暑假 今年是六月好像 結果期末好完之後 還有一個禮拜才六月底 所以今年好像比我的想像 好像多了 好像提早一週了 所以真的要照一下 不怕怕怕怕不怕 好 那麼各位請你看看這個 各位這個虛線要學什麼嗎 各位這個虛線喔 就是要讓你看看這個黃色的這條線 各位假設我們這裡做兩條參考線 做什麼 還有像我叫尾虛線 因為我們主角要看這條線 這條黃色線是這條嘛 這條虛線是我割起來的 為什麼要割這條虛線 等一下你就知道我的用意了 等一下你就知道我的用意 各位這條虛線喔 變來這裡 有沒有 這條實線變來這裡 這樣 各位這條實線 這條就是這條 這條 這條 就是這條 還有端式圖 端式圖 這條紅色的這條就是它 有沒有 這條紅色的就是它 所以各位這個要比較清楚 所以一般我們在分析都畫2D 很難畫3D 各位3D很難畫 你說老師這支族而已很好畫 問題是要是三根複合的族 外加有齒輪怎麼辦 所以各位我們很難畫3D來描述 所以各位這些2D的畫法要揮喔 各位開始了 開始一下 那麼各位首先啊 像這些東西喔 各位我不敢說 找怎麼 各位假設你等一下要講的這些 說真的喔 你自己有能力看得懂的話 各位我講實在話 你不需要來上課 因為你已經有自學的能力了 假設等一下我講的這些 你有辦法自己搞定喔 你真的不需要來上課 因為你這個學生已經 做成度了 等一下你就知道 裡面微微咬一大堆 就是說為什麼要這樣這樣這樣 都有理由的 還有為什麼要定義 都有原因的 絕對不是蹦出來就是一個東西的 各位力學絕對有什麼 科學的軌跡啊 沒處於人性有沒有 突然想要一個idea 那是沒有理由的 就有一個想法出來 好 那麼各位開始喔 請你看一下 那麼各位在 在啊各位這張喔 在啊前示圖軸的側面 各位在軸的側面 在軸側喔 那麼各位請你畫一下 就是各位不要圍這裡 這就到底保留 來給我圍這裡 各位你看一下 這個是變形前 這個是變形前 有沒有 各位這個e在這裡 這個a在這裡 這個e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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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這個是受力錢 有沒有 變形前 那麼各位 變形後的 變形後誰知道呢 各位你要好想一想喔 這樣子的講法 你可不可以接受 有沒有 那麼各位 V走來這裡 叫做V 二走來這裡 叫做2 有沒有 所以各位 這個紅色的是變形後 各位親愛的同學 真的請你想一想 頭前的努力絕對不會白費啊 為什麼這種東西 要把底子打好 程度就不會出問題了 各位你還記不記得前面講的 愛玉冰的例子 夏天到這個 那麼各位假設這邊給他一個簡歷 有沒有 各位這個白色的喔 白色的 這個白色的愛玉或是仙草 也變形成這樣子喔 各位 親愛的同學請問你 有沒有同學還記得 這個角度的物理意義是什麼啊 各位這個角度的變化量 物理意義是什麼啊 各位這個角度的變化量 它的物理意義是什麼東西啊 各位還記得 又有客規呢 各位叫什麼 簡陰變嘛對不對 角度的變化量啊 還有影響沒有 有啦 有說過啦 所以各位請問你 從白色變形到紅色喔 親愛的同學 這個角度是什麼啊 這條線變來這裡 這條線變來這裡 請問你這個角度的變化量 它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各位不要懷疑啊 就是什麼 簡陰變啊 所以你看你的書 為什麼 就給他畫一個幹嘛了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 所以各位請你寫一下 寫一下原因 好 所以各位 有 有啊 好 各位有喔 長方形變成平行四邊形 角度的變化量 就是什麼 簡陰變 所以各位他有長方形 好長方形 那麼可以變形成紅色的平行四邊形 各位不要忘記喔 我們這邊講都是小變形小硬變喔 各位不要忘記了 這條紅色的長度跟白色一樣長喔 因為角度很小 紅色的 cosγ等於白色的 γ很小的話 cosγ是1的 所以各位不要忘記了 紅色的長度等於白色的喔 各位不要忘記了 好 所以各位變成平行四邊形 夾角的變化 好 那麼可以起夾角變化 起角度變化 為什麼呢 各位就是你們在講的 sure strength就是幹嘛 sure strength 剪硬變 所以很多東西 各位絕對有因果的 這樣你會覺得 每次的矢子 有種感覺 也不會說 奇怪到 一方向就是幹嘛 沒有同學問 老師有什麼角度不是幹嘛 為什麼角度幹嘛是在這邊 所以各位請你看一下 所以給我下一個叫幹嘛 這個叫幹嘛 好 這樣 這個就幹嘛 好 那麼各位 因為 因為 軸的端面喔 軸的端面 軸的端面 受扭矩之後 也會什麼 轉一個角度 各位請你看一下 各位這支軸 這端面 受扭矩之後 它會什麼 旋轉一個角度 可是各位請你記住喔 這個角度不是 軸的端面產生變形 各位你尋找這個邏輯 這絕對不是 軸的端面 旋轉駕駛 你看 各位這個扭矩 我有這裡記一下 記一下 各位你看一下 從直線 彎層曲線 這個軸 這個軸 這條軸線 產生變形 可是給我問你 這個端面 我要把它記下 各位 端面從上面 跑到下面 這條線有產生變形 沒有 各位我講一個觀念 這個扭矩 有這個地方 落到這個地方 請問各位 它有沒有產生變形 沒有 這種叫做鋼體運動 各位再講一遍 這種叫鋼體運動 來 我請問你 這個扭矩從這個位置 跑到這個位置 有沒有剪硬變 各位這個扭矩 從這個位置 那麼可以轉成這個位置 請問各位有沒有剪硬變 沒有為什麼 原來夾腳幾度 90 變形後 夾腳幾度 90 有沒有角度的改變量 沒有 你看這個 白色變到紅色 角度有沒有變化 有 各位 好啊 各位 你看這個扭矩 受扭矩作用 這個端面轉過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 不是端面變形 它是做一個什麼 鋼體運動的旋轉而已 所以這個角度的變化 不是變形造成的 而是什麼 而是這端面受扭矩作 轉了一個角度 所以各位 這個角度不是變形 而是一個什麼 鋼體的旋轉 這個旋轉角 叫做牛轉角 所以可以開始一下 所以這些觀念 同學要把它搞清楚 鋼體運動跟變形 一定要觀念清楚 板差從這邊掉到這邊 這沒有變形 因為長度沒有改變 角度都沒有改變 板差從這邊轉到這邊 沒有變形 因為長度沒有改變 角度沒有改變 所以可以好好想一想 物體的夾角都沒有改變 好 那麼可以再軸端面 軸端面 那麼可以請你看一下 這條線 還有我畫整條的 不用畫一半 就畫整條這樣 有沒有 這個角度 那麼各位 這條線 受踢作用 有沒有 所以各位開始一下 各位那張圖 我就不寫任何東西了 因為那張圖 等一下要來做一些說明用的 所以各位請你看一下 這個軸的端面 有沒有 那麼可以端面 這個端面 所以各位像那些研究所考試 有時候考那個題目真的是狠狠的 他自己問說 扭轉做哪些假設 各位 這是一個假設 我們假設什麼 軸的斷面 軸的斷面 這條直線還是保持 直線 這些其實都有什麼 但是各位科學的問題 你做什麼假設 各位這是一個假設 所以各位 為什麼 你看 各位 這一個章節 我們能算的都是圓軸 各位你看這個章節 裡面的軸都是圓的 沒有三角形 沒有橢圓的 有什麼辦法算這個 因為這個章 受扭轉之後 各位這個平面 直線不會保持直線 就是說這個章 受扭轉之後 這條算是什麼 會這樣歪的 會這樣歪的 會這樣歪的就對了 所以各位 我們這邊的理論假設 沒辦法處理 長方形的 三角形的 跟橢圓形的 因為 沒有做這個假設 它不滿足這個假設 好所以各位 左斷面 左斷面 保持平面 保持平面 各位放心 可行不可 我們考試不會考這麼細 你們考試不會考這麼細 你們反正說 要告訴你 左斷面保持平面 並什麼 並做一個 鋼體的旋轉 並 並 再會做一個鋼體的旋轉 這樣 然後各位 它轉過的角度 我們把它稱為什麼 5 扭轉角 扭轉角 所以各位 起轉過的角度 5 5 各位 這個角度就叫5 這個角度就叫5 這個5 怎麼稱呼 angle of twist 牛轉角 各位 這個 twist 有點可怕的 就是什麼 阿拉伯回教世界 還有這種刑法 腳型 把人家 用脖子 用設斷斷斷 掉在半空中 把它嚼死 吞死 腳 腳 可以整個翻譯叫做牛轉角 牛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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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這些單字多看就多懂了 牛轉角 可以這個 twist的優點就是 那個角型 把它嚼死 那個角 好 各位各位 再來看一下 假設這些都OK了 都OK了 各位 接下來我們找什麼 有幾何 有幾何 各位不要忘記 我們這邊所講的 都是小變形 柑都很小 各位問一下 我們對付的是 鋼筋 粉泥土 銅 鋁 這種東西 我們對付的不是橡皮筋 你用老師問的 橡皮筋那種大變形 還有這裡的理論 有些都要做修正 真的要留意 如果真的是大變形的話 理論要修正 等一下你就知道為什麼要修正 因為裡面有做一些假設 好 材料理學之所以簡單就是在這邊 裡面都做一些 很合物理的假設 當然也限制了它 使用條件 好 繼續 還有我們有什麼 有幾何 有幾何 開始了要推公司了 有幾何 來各位請你看一下 那條線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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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來這裡 AB 這條線 這樣 這樣 跟他一樣 握在這裡 握在這裡 這樣回來就看到了 這裡A 有沒有 再看那條線 A 這裡是米 這裡是米 這裡是米粉 這裡是不敢 對不對 會留在這裡 是不是 可以看一下 所以再看那條線 握在這裡 否則那張圖會越畫越亂 最後就看不清楚了 再來 各位 相信這個大家都很厲害 米米粉 這條直線 就等於什麼 會留在田巡 加碼 有沒有 各位我希望這樣 教育真的有成功 為什麼 加過的東西 所以我還會記住 各位對於加碼很小 加碼假設 小一小一 田巡 加碼 會趨近你多少 各位 意思說沒有 還是會記住你了 各位 加碼小一小一 田巡 加碼 趨近你多少 趨近你 加碼不要忘記了 這些東西 不肯不會記住你了 所以可以以後 你有機會真的去 要去考那些 台青教程的學校 可能去 博習班 各位說實在 絕對不會有人 在這樣子 慢慢跟你講這些東西 你放心絕對不可憐 真的絕對不可憐 所以他 他直接就跟你講 他等於他 也不跟你講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這些 你應該懂了 在學校應該要懂了 但是他不知道 你其實未必懂 有沒有 你如果不懂的同學 看到這個 就忽然了 為什麼 不懂就會死背 你東西這麼多 最後會負擔越來越重 然後背要最後會亂掉 也停不出來 慘了 不知道要用哪些方法來做 因為都沒有農會 關通 沒有理解 都割背了 再背沒關係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這次的小好二 只考七題 你用背的 硬背的 我相信有同學 真的還可以什麼 把做法背起來 但是各位 不要而已 課七十題 你再背背看 課七十題 你再背背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小範圍考試 你可以靠這種什麼 強迫記憶的方式來取巧 大範圍考試 靠能力的 絕對不是靠你的 什麼記憶那些的 理解能力更重要 你要懂這些原理 否則你看你怎麼背 所以各位 真的要把它 花心思 了解 來龍去脈 有沒有 而不是 那個什麼 好像 操作短線 都割背 是怎麼做 各位看一下 這個米旁 再來 各位 我看斷面 斷面 斷面 給我下來吃 斷面 那麼各位 斷面喔 由這個編型到這個 看一看多 好 各位 小角度喔 小角度 發揮這個都很小 好 各位還記不記得 這個 這喔 還不知道外邊 還不知道再外 拜託耶 來各位請你看一下 假設啊 有一個弧喔 這個叫做R 這個叫做C的 請問各位 弧長 弧長喔 公式是什麼 各位還記得嗎 各位 這叫R這個叫做C的 弧長的公式耶 就是RC的 所以各位 我舉個例子 你們常在背的 半圓 半圓 半圓的圓周長 S多少啊 叫做R R嘛 各位 浮角幾度啊 百倍 百倍叫做Pi 所以各位 不是叫做PiR嗎 就是這樣子啊 各位 整個圓的圓周長多少啊 各位你看 它的浮角繞過幾度 360度啊 二Pi啊 所以各位 不是叫二Pi啊 或者是寫成PiD嗎 所以各位 這些要懂啊 要懂 來各位 再問你喔 這都說過喔 各位 角度很小的時候 角度很小喔 這角度很小 各位 浮長跟懸長 有什麼關係 會相當喔 這兩段的長度 會一樣喔 會一樣 好 角度很小 各位這角度幾度啊 如果這角度非常的小 這角度幾度 九十度喔 所以各位 這條線其實是什麼 垂直線 你九十度 所以各位 請同學寫一下 再再問一下 各位問一下 這條紅線 各位不要懷疑 它就等於什麼 白色的這一段 各位這些東西要記住啊 想變形理論 讓它記住啊 好 所以各位請你 要寫一下 這都有原因呢 請同學寫一下 那麼各位 由斷面喔 我們可以知道 VV棒 V棒 各位先看這段 這段 叫做R塊 我相信這個一定會 有沒有 各位再寫一下喔 對於小變形 小角度的變形 小變形 它會等於什麼 等於V V V棒 各位請你留意一下 這條浮長 會等於這一條 這條 這裡九十度喔 各位這角度很小的時候 這裡九十度喔 各位 大家都有說過嗎 這條 黃色 其實就是這條黃色的啊 給你想想 這個角度很小 比如說0.1度的時候 這個角度有接近九十啊 所以各位 這條黃色的線 其實就是紅色的線啊 所以可以想一想喔 想一想 好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來各位看一下 這兩段的長度啊 給你看一下喔 這裡 所以各位請你看一下 所以各位有幾何 有幾何 各位兩者可得 VV棒的直線 對不對 是不是等於VV棒的 Double棒的 這條直線 這兩條同樣的嘛 然後呢 這個又等於它嘛 還要欠勒損的 但是就是這樣啊 英國就是這樣 所以各位 我們得到一個重要的公司喔 不用背啊 這是 推倒公司裡面 很重要的 不用背 它是過程而已 所以可以請你看一下 L Gamma Gamma跟R要寫好喔 這是其他字母的Gamma喔 這是班這個R 所以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所以耶 各位我們就可以得到 剪硬變跟牛轉角的關係是 有沒有 可以看一下 這 因果循環來龍去脈就是這樣 希望你有興趣 因為真的沒有興趣 講這個也是多餘 如果大概可以聽得懂的話 你大概就會有興趣再聽下去啊 一算你真的 不能退麻將 但你就當作聽故事 但是說 原來電故是這樣走的 歷史是這樣走的 好 各位你抄一下 還沒結束呢 還沒有結束喔 好 那麼各位請你看一下喔 如果我今天啊 取任何一個半徑R的話 各位這不用握 這不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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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一下就好 聽到握在這裡就好 你看這個圖圍這樣 各位這才不用握 我真的不用畫 該畫真的一定請你畫 那麼各位你看一下喔 等一下我要畫那張圖 假設我這邊啊 取任何一個半徑R出來分析 取某一個半徑R 給你看這張圖也是存在喔 有沒有 可以因為你取這個圓比較小 所以這個圓子到這邊 有沒有 可以這點在這裡 這點在這裡 所以各位我意思是說 你取任何一個半徑R出來分析喔 也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只是各位我問你 把這個公式喔 誰換成R就好了啊 各位假設你取某一個半徑R出來分析的話 把這個公式哪一個符號換成R就可以了 把R換成R就好了嘛 各位留意一下 好 所以各位開西哥繼續寫好不好 來各位請你看一下 所以各位抱歉喔 好 突然沒有行為 你把握一下虛線好不好 握一下虛線一下 握在這裡 好 這樣 那麼各位假設喔 我們在圓上 在這個軸上 在軸上 可以取任一個半徑R的圓柱出來分析 所以 可以乘以肉 我就把肉寫在這邊 可以就是把R換成肉而已 這個R換成肉 那麼可以你說 為什麼我們要把R換成肉 可以記住喔 肉是代表任意的半徑 比如說各位這支柱子有沒有 它的半徑是20公分 肉代表什麼意思呢 肉是我取其中的一部分 比如說取2公分 3公分 4公分 這個肉可以是任意 1公分 2公分都可以 也就是說不管肉是幾公分 這個四隻啊 橫成肉 你取得小的話 各位取得小啊 就是這個軸啊 縮小而已 取得大就是什麼 變大而已 所以各位請你留意一下 我們要得到幹嘛 簡音變 所以可以請你寫下原因 這個就是簡音變 和軸端面半徑的關係 好 各位看一下 好 看一下 好 看一下 所以各位 安藏的經常說創意 創意啊 我覺得創意這東西 真是很有潛力 因為創意的東西跟你的智商 跟你的智慧 跟你的學歷無關 老師既然如此 為什麼還要念書 各位 有創意真的不夠 能不能做得到 就要靠你所學的技術了 比如說 各位我有一個創意 比如說 我想一個創意 做一個什麼 比如說盒子 可以把人分解成很多什麼 分子 有沒有 用一個管子傳到台北去 再重新組合 以後我們就不用開車 有這種創意很好問題是 技術做不到 我意思是說 創意是不需要任何學歷的 你有一個idea就好 但是各位 有這個idea如何達成 就要靠你的什麼 技術了 你的技術了 那麼 各位不知道各位 不知道有沒有住在鄉下 各位 鄉下抓老鼠 還有你看到這種鐵籠子 抓老鼠的大小大概就跟黑板畫了一樣 跟我們家裡而已 要出錢 又用這個 真的 可以照一個門 有沒有 照一個扭轉套 一個機關在這裡 到時候機關出動 這個門會關上 那麼可以照一個鉤子 還有鉤子裡面 鉤一些老鼠愛的耳食 在這裡 可以一旦這個紅色的機關被觸動之後 這個門就會關起來 老鼠就抓在裡面了 那麼可以一般用這種籠子有沒有 用這種人抓老鼠 一旦你抓到老鼠 可以大概有兩種主要的處置方式 兩種 一種是什麼呢 可以給它人道 就是把這個籠子有沒有 這個人掛老鼠 直接把它放到什麼呢 水裡面 這樣很快就死掉了 逆子有沒有 這種算人道 各位 第二種就是什麼呢 有夠不人道 因為這隻老鼠可能有 這個什麼 房屋的主人有生酬 可能把牠的家具都打破 所以可以有的人抓到老鼠之後 把牠潑氣喔 有沒有 然後什麼 放火 把牠燒 可是各位 這樣子做的話 雖然可以得到臨時的快感有沒有 但是有危機 為什麼 因為這是動物喔 不是人的 等你把它燒的時候 牠不會娶人這樣有沒有 在那裡念阿彌陀佛 成仙有沒有 下次不要再出事當老鼠了 各位 牠沒那麼好心 牠不會在那裡不動喔 各位 一旦你給牠淋汽油 放火燒 擠下的老鼠 會什麼 後面走後面撞 垂死前面的掙扎 那麼各位 一旦喔 一旦讓牠撞出這個門 各位這閘門是用一個 扭轉頭往這邊把牠固定住而已 各位一旦讓牠撞出去的話 那不得了 各位在大陸 山西就是有一戶人家有沒有 各位他們家是什麼 超處喔 各位這真的有新聞 各位不會騙人 這講真的啊 各位牠就是抓到老鼠 用汽油燒牠 結果各位老鼠撞出來之後 離廚了一團火球在那邊走啊 各位為了抓一隻老鼠 燒掉一間房子 這樣有夠可憐的啊 真的 各位這也事實喔 這也事實 所以可以不要用火燒 講得太殘忍了 他說 老鼠除了用水把它溺死 用火燒死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有 各位在嘉義 有一個農夫想到一個好方法 各位真的可以試試看 不用喔 不用用汽油燒 不用怕頭到家裡的小孩 也不會很殘忍喔 而且可以什麼 一次趕走很多老鼠 各位想到什麼方法 各位他想到一個方法 各位當你抓到老鼠的時候 因為那老鼠啊 你裡面 阿你這個 各位鐵籠子喔 他是類似 格子格子 不是這樣正方形的 他是不規則的格子就對了 然後呢各位老鼠在裡面之後啊 首先做一個動作 準備一隻竹筷子 做什麼事情呢 各位竹筷子在裡面喔 把鳥桃尾 把你抓出來的口袋 抓出來的口袋 把老鼠的尾巴 把你弄出來外面 然後各位 手要戴一下手套喔 把老鼠的尾巴抓住喔 老鼠是不是要這樣刺死了 還要刺死了 乾脆他浸不死地好了 何必這麼殘忍 還會噴到血 不是 把老鼠的尾巴抓住喔 然後施加一個力量 讓他的屁股啊 剛好貼近這個網子 有沒有 貼近這個網子 而且還要看到屁眼喔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現在在下面找到一個乾的花生米 要搭的喔 要搭的有什麼有原理的 再找一個乾的花生米 大小差不多了 乾什麼 把它塞進去 為什麼要乾的 因為屁股都有濕氣 所以你要塞進去之後 乾的花生米 接收屁股的濕氣喔 膨脹 所以還會卡得更緊 你知道嗎 好 你要是怕它掉出來 很簡單 拿著筋子有沒有 稍微動動動動動 動起來這樣 有沒有 好 做完手術之後有沒有 收工喔 可以了 把這個老鼠就放走了 放走 各位這家老鼠被你放走之後 各位 重點在這邊呢 這邊被塞住了 有沒有 各位 它不像人有的手可以自己摳摳看 它沒辦法摳 真的 所以各位 老鼠啊 從此就是什麼 便秘了 各位 便秘他還是可以吃東西喔 他還是可以吃喔 只是可以拉不出來 所以男生以後你去當兵就知道 你去新訓中心的第一個禮拜 因為什麼 人家會水土不服 環境突然改變 很多人真的一個禮拜都沒有上大號 這時候你的班長會給你一個特別的時間 去醫院還是說給你一個小時你去 一定要把它解出來 要不然真的對身體不好 可是各位 老鼠它沒有辦法說話 所以各位 它一直吃喔 可是搭不出來 各位 一天兩天還好 四五天之後啊 各位 有時候我們形容一個人的臉 各位 你說 這個同學今天臉色有難看的 你怎麼形容 結果一個細菸對不對 知道意思嗎 所以各位 四五天喔 大便都排不出來 可是還是持續在吃啊 各位要怎麼樣 各位 心情會越來越不好 這家老鼠的心情越來越不好 不好各位 老鼠沒有辦法講的 bait 一間才最 stern的喔 不是一家老鼠 叫你去觀察 一間房子 絕對是一窝老鼠 不會一隻 這隻老鼠啊 它不是自己獨居喔 它爸爸 媽媽 它媽的 它催到人 它催到人 Their胸子都會在這裡 知道嗎 好 各位 這隻老鼠抓狂之後 牠不會抓牠要擔心 但是各位 牠怎麼 牠會抓牠子 抓牠母 開始脾氣暴躁 壽性大發 看到老鼠就咬 咬到這些親戚的兒子 老婆有沒有 大家都什麼 離家出走 各位 吃攝影島有隔壁有家嗎 牠會拌在隔壁 真的 牠都會拌在隔壁 真的拌在隔壁 各位 隔壁的老鼠 聽說你們家的火屎不錯 牠要拌在隔壁有嗎 剛才剛才台灣出來 牠會說 牠會說 我們家有這麼小鳥處 你問牠了 牠絕對有隔壁 隔壁會被咬死 給牠一個折返 所以各位 經過一個月之後 我保證你們家都沒有鳥處 剩這隻而已 剩這隻 你說這隻要怎麼 不用擔心 牠最後也會得到報應便祕而死 所以各位 最後只要處理這隻老鼠就好 半年之內 家裡面都沒有其他老鼠 但是隔壁也開始鄰居給牠報應 奇怪 我們最近我出家 最近很多了 你問牠說是 你用這個方法 知道嗎 不然牠頭隔壁 還用隔壁刀 牠還跑到家裡就白做了 所以 跟妳說 真的會這樣子嗎 各位 說實在的 我真的嘗試這樣子做 但是我只做到那個老鼠尾巴弄出來 各位 我就覺得很噁心了 因為我實在是很難想像看到牠屁眼的樣子有沒有 所以我沒辦法突破這個心理關卡 再假設有人可以突破的話 你可以嘗試看看 可以有這些方法 真的 搞不好是一個很好的 那個什麼 驅俗的好方法 這是一個創意有沒有 好 哥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再繼續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